两分钟理解一个交易知识 今天Ashley与您分享如何用数学计算交易风险 假设A与B都用10元板金做了6次交易 A第一笔交易赚1元,第二笔亏1元,以此类推 B第一笔赚5元,第二笔亏5元,以此类推 那么A和B哪一位交易者分险更高 答案是B 如果我们算盈亏金额的平均数 可以发现A和B在6笔交易后都补赚补亏,平均数相同 但B的波动更大 也就是说B的每笔交易距离平均数的离散程度更大 B只要连续两次亏5元就亏完了所有本金 A连续亏3次1元也还能继续交易 这里的B离散程度更大,交易风险也更大 通常我们会用标准差来衡量离散程度 每次收益与平均收益平方和的平均值,即方差,方差开平方,即标准差 A的方差是1,标准差是1,B的方差是25,标准差是5 标准差越大,分险也就越大 关注Ashley为时间加杠杆,让努力更值钱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